花莲大地震罹难者托梦事件 2018年2月6日半夜,台湾花莲发生大地震后 花莲特搜队持续不断地搜索云门催堤大楼的所有生还者及罹难者 可是有一位菲律宾籍看护名叫Melody 美乐蒂一直找不到 在美乐蒂看护工作的701室搜寻队已经搜寻三遍了 还是搜寻不到她 2月8日,正当搜索队完成搜索行动 刚走出大楼后,Melody的雇主着急地拜托消防队 美乐蒂托梦给我说,她就被衣柜及床架夹住 请往701室再搜寻一次 搜索队于是前往701室进行第四次的特搜行动 终于在衣柜及床架的下面找到了美乐蒂 在衣柜架里面找到了美乐蒂托梦